19号凌晨2点多 离水高速交警在云河收费站 进行酒驾整治时 发现一名驾驶员有酒驾嫌疑 民警对驾驶员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 一开始驾驶员并不配合 在民警对他进行警告后 吹气终于有效 正在读数据时 四驾车驾驶员涉嫌酒后驾驶 民警对他采取了扣留 机动车驾驶证的强制措施凭证 令人没想到的是 趁民警不注意 驾驶员上车发动了车子 你还想开车子 我叫人开 上车 刚才怎么跟你说的 叫你叫人过来开 我车子 我车子停旁边 我走路回去 我停在这里 你上车 我们帮你开 最终驾驶员陈某 被处以暂扣驾驶证六个月 罚款1750元 并一次性计12分 我用来说的 我不客气 我来说的 我来说的 是 感谢观看